夏天到了酸酸的柠檬汁很抢手 而在南投这名农夫呢 在家里面的柠檬园里面发现了 许多颗跟脸一样大的柠檬 让附近的民众很好奇 水果摊也表示卖了一辈子水果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柠檬 农夫手上拿着整盘的新鲜柠檬片 信不信这么一大盘的柠檬片 都是同一颗果实切出来的 跟着农夫来到果园 手上拔的可不是柠子 而是货真驾驶的柠檬 跟正常版的size比一比 一般柠檬只有一颗拳头大 不过这颗大柠檬 差不多等于四个柠檬堆叠起来的高度 小朋友拿起来比一比 这颗柠檬简直跟他的头一样大 放到磅衬上一凉 可以看到普通的柠檬只有二两七重 这颗大柠檬却有2.17斤 重量差了快10倍 再切开来看看 大颗的柠檬皮明显比较厚 而吃起来的味道则是 吃起来有什么味道 有点难吃 很苦 这颗大桶柠檬虽然吃起来不太可口 但还是让人好奇 到底怎么长出来的 可能跟柚子柚子树跟柠檬树可能长在附近 那蜜蜂蜂蜂就是会出来采发粉的时候 可能就是让它缩粉的 专家表示可能是蜜蜂缩缩粉时意外让柠檬有了变异的情况 这种像柠子的柠檬不但没有丰富果肉 吃起来也没有柠檬味 在专家的眼中一点价值也没有 但是对许多民众来说 可是一辈子都没看过 中日新闻周大祥顾佳珍 难道做什么道